好 大家好 那我是今天的望遠會的主持人 Joyalton's Go Browning Wild 那麼 謝謝主持人 好 那個 好 換斷 等一下要講到重大聲明 我再等一下請大家起來 好 那最後 現在就進入到我們今天 剛剛終於解決一下技術問題了 所以我們就這次開始我們今天的望遠會 以及獎助金的發表會 那麼 非常感謝皮特邦的贊助 今天的參演 像今天在望遠會是 就說第一次辦一個 讓大家一起吃飯喝酒 然後開客演唱的 跟你的大聲不一樣 那也非常感謝有皮特邦的贊助 因此今天我們的晚餐其實是沒有選擇 那麼也非常感謝 就是今天的皮特邦的生意總是 這個人Joyalton也有到場 那皮特邦也是一個很支持 開源 支持開放資料的一個公司 目前也辦過 然後記得皮特邦那天特邦 也把他的資料開放出來 讓大家可以做分析研究 那麼 開頭先講一下一些GINIB的歷史 GINIB的起源其實是來自於 2012年10月7號 這次經濟動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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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正如總預算的這樣的一個視覺化 並且在兩位客送得到獎金 然後也因此在12月1號的時候 在中原院就成年 第0次的GINIB和客送 那就是GINIB的第1次的活動 那那時候的活動是在 中原院的資創中心 那個場地比較小 那只有60年的場地而已 大概像這樣的一個場地 那之後就辦了到 從那一次到現在 已經辦了37次的Happersault 那現在12月21號 一級為了第38次的Happersault 那麼 相信GINIB的Happersault 可以繼續的一直走下去 那麼 這邊介紹一下GINIB揪空盤 那我的GINIB就在我們的志工之一 可是照片上就是GINIB都要來成員 那GINIB揪空盤主要是 因為最早在GINIB揪空Happersault的時候 一開始是由Happersault跟CEO高 就是兩位很辛苦的 每次在籌辦所有的包名啊 場地事宜 那麼 後來在2014年的時候 Happersault決定說 希望能夠將整個GINIB的 Taker Zone的這個籌辦 把它變得公開化正規化 然後所以就有一個 就成立了周中環的這樣的一個小組 以GINIB的開放的精神 就是我們所有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討論 所有的工作內容 都會透過channel然後公開讓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並且 周中環也想辦法 會去進行更多活動 讓社群人 跟他有更多的交流 譬如說像松前哈拉 在每次的一個松前的 可以讓大家在線上聊聊天 然後 周中環也不定期 也會成立基礎中 來討論說 GINIB社群人 有沒有需要更多的基礎建設 能夠讓大家 能夠最方便的討論做莽名 那像基礎中環也會討論說 像之前有過HackHack的這個 GINIB社群很重要的服務 但是他彼此之後 他要怎麼處理 所以周中環也有去跟Think合同 去做 加設了GINIB H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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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讓大家可以使用 周中環也協助了 就是三十幾次的 在中原地 Jazki Massiva 那麼在2014年4月19號的時候是第八十黑客宋 那時候是第一次嘗試在中原委員外的地方拜 那位置也就是現在大家所在的位置 然後後來在2017年是第二次挑戰的就是在中原委員外的地方 就是中原委員外的地方是中原委員外的地方在空中 那麼2019年呢今年對舅舟來講是蠻大的挑戰 因為今年在5月25號我們用了一次在空中陪客宋 在空中再拜一次 然後在9月7號之後與台北市議會的幾位議員合作 我們在台北市議會辦了開放台北市議會的客宋 是我們第一次進入到議會來辦客宋 那麼還有就是今天的現場 也是我們一個辦在一個中原委員外的活動 然後以前12月11號會有一個全台首學的客宋 台北移師到台南 也是居然第一次辦在台北以外的客宋 並且會與練台中心協定 謝謝 然後今年舅舟也嘗試的就是 將主持辦交給GINIB的一些社群 例如說在5月25號的時候 與GINIB Intel 合作 由GINIB Intel 來協助主持 發熱的黑客宋 在7月20號的時候 在大陸中的第30次委員會中 永利台灣社群協助幫忙主持 然後在9月7號的開放台北市議會 是由阿美融點社群協助主持 那也希望說就是能夠更達成到 具體的一個多中心化的精神 然後在9月的時候 然後揪鬆進駐到了NPO Hub 那個NPO Hub 是一個有NPO聚落 只要願意一直想應聯合國的有序精神的團隊都可以進駐 那麼目前揪鬆在NPO Hub 也有就是被遺失的使用時數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讓社群人如果想要有些專案想要做討論 也可以藉由NPO Hub 例如說像是在9月24號的時候有跟PR的小聚 然後以及像前天的時候有個美日西公民客帝交流會 是在NPO Hub 的出發 所以只要GV申選專案想要做一個比較大討論的共識 都可以歡迎提案跟中風借用 那再來就是今天這個主要活動就是望靈會 跟那個公民客帝交流會的八角會 那講到蔣陸金 其實蔣陸金是在2017年的時候 那種揪鬆來認為說 因為其實過去的GV已經有上百個 數百個快進鮮的提案 但是很大部分的提案都是在黑客松當天生成 可能比較有些提案 他缺乏一些足夠的資源可以讓他延續下去 照著他可能一直就 提案案子就不見了 那所以那時候就有想法想要成立 GV公民客帝交流金 那由揪鬆這邊來做募款 然後來提供資源 讓一些提案可能需要有密集的 需要時間 需要人力的提案 來可以好好的就是有錢 有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一直到目前已經累積了四屆的 角柱金總共有兩百二十三個的總提案 然後有二十四屆獲獎的提案 然後媒體報導之後 我們在海邊引發出一千多萬的獎金 那麼目前有的專案 像是真的假的 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市值查核舞台 然後以及美國國會台灣觀測站 就是促進讓台灣跟美國 就是更了解美國的一些政治 然後對台灣的影響 然後投票指南 是最大的一個就是投票資訊網站 讓大家知道說你們要投給誰 然後以及找台語 就是台灣最大的一個台語資料庫 讓大家讓我們的文語 可以跟大家使用 然後吳家臣小防守 讓一些聖史 或是一些吳家臣 能夠更容易拿到我們需要的資訊 那麼這邊也非常感謝 合作夥伴的協助 才能讓我們就是 能夠辦出這個獎募金 那麼我們請願景工程的夥伴 好 大家好 我是楊綠媽 我今天帶來的 聯合報室演技術 我才能跟大家注意 那 對 我們這是 妳 好 沒想到我們自己的上台 不過我覺得很高興今天看到大家 因為大概每個記者 大概都會想說說我們長大了 以後是認識 要改變世界 那大概小時候都會 我們特有天老師 還有就是去面試的時候 會天老闆 但有些moments 我們是真的想要改變世界 但寫新聞是怎麼改變世界 我們就是要靠著報道這些 公民科技目的一些活動 我當然很高興就是我們在 謝謝GV的邀請 我們這幾年都可以參與這些計畫 我們提供獎募金 然後支持一些跟我們最近關注的一些事情 相同的一些計畫 能夠有一點小小的資助 讓大家在COVER上面 就可以比較 很夠寬意一點 那我還記得就是那個 真正講的COVERS 然後後來他又靠著公民社群的力量 就變成獎募金 結果後來我把這個美麗加到一個 我有點 有點不但能受得了的盛法的時候 結果就被 就被大家轟出來 說我們不要不認識的人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人性上 怎麼樣克服 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那個 不停專案 因為我們也一直在關心一些 交通正義的問題 那我想說的是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讓世界可以改變 除了我們新鮮子之外 更重要是很多行動者 所以我們很高興 極性被進入 邀請參與這個專案 然後在各種改變上面 做得了解他們的人 非常謝謝